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节节目 新冠肺炎持续在全球蔓延 截至2月29号 已有56个国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波及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已把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高调至非常高 并直言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影响 就目前而言 韩国伊朗和意大利仍然是中国以外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 韩国每日确诊病例增幅最大 目前已达到三千多例 甚至中国反过来对韩国采取所谓过档防疫措施 以致韩国外交部向中方提出抗疫 而意大利仿佛成了欧洲的湖北 不仅染病和死亡人数最多 且正把疫情传染到欧洲其他国家 至于与中共走得最近的伊朗 由于跟中共一样隐瞒疫情 官方公布的具体感染和死亡人数极不可信 但有一个消息是相对可靠 且作为参考的 那就是包括伊朗副总统在内的七名政府高官确诊 一名国会议员病逝 大家可以据此推算伊朗普通百姓的感染率 应该是惊人的 再来看中国大陆 由于疫情重创经济 复工困难重重 不久前还奖励与台湾断交的 索罗门群岛一千亿美元贷款的撒币大国 忽然玩起了逼捐的把戏 26日习近平再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 估计议题必是围绕如何维稳保住权力 但维稳需要巨额资金 照目前的经济形势 国库的银子也维持不了太久 于是七常委嘟鼓出了个募捐的搜主意 于是我们看到党媒喉舌不讲逻辑的摇旗呐喊 称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 响应党中央对广大党员的号召 为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捐款 可这党中央不就是他们七个人吗 自己号召自己响应 当然不是他们脑袋发烧烧糊涂了 他们的目的当然是别人的钱包 果然据新华社报道 中共最高层领导带头捐款 各地党员纷纷展现响应号召的积极热情 仅仅三天时间 全国一千多万党员自愿捐款 共捐款了11.8亿元支持疫情的防控工作 不过说实话 这个数字略显寒酸 一千多万党员捐的这个数 也就相当于一个中共处级干部 所贪腐的数额 其实费这么大劲搞运动式捐款 还不如直接拿下几个贪腐官员 没收他们的财产 那样会更快更多也更简单 如果说撒币大国伸手要钱 还不算太丢脸的话 那么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造成 这么大灾难的中共 不知反省自责谢罪道歉 反而出书歌颂自己如何伟大正确 则实在令人作呕 中共官方媒体2月26号报道 由中共中央签传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 五州传播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 联合紧急编辑制作的图书 《大国战役》近日出版 该书集中反映习近平总书记 作为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 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 彰显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显著优势 展现中国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 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的 巨大努力 全书十万余字 英法西俄阿等五种语言 将陆续对外出版发行 借用一句网络流行语 见过不要脸的 但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祸及全球的瘟疫病源还未找到 隐瞒疫情导致失控的责任还未追究 成千上万被病毒夺去的生命尸骨未寒 还有无数的武汉人仍在困境中挣扎求生 可又一次成为最大赢家的中共 已经开始庆功了 所以说 中共不灭 天理不容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首先报告大家一个消息 我们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 日前出任新的外交部发言人 赵哥 祝贺呀 其实之前 我就给爽哥和盈姐说过 我说咱们发言人里边怎么没一个姓赵的呢 可他们跟我说 我们都姓赵 我知道他们是指大家都是赵党的人 但毕竟稍微差了那么一点 这下好了 真姓赵的来了 相信赵哥会比其他人更加彪悍 在无休无耻的道路上奋勇裸奔 还有一个建议给赵哥 希望你能经常翻墙出来 听听我说的大实话 看看我是不是说出了大家想说 又不敢说的心理话 如果是 你就在节目下面留个言 点个赞 落款署名赵哥 我就知道是你了 好了 言归正传 下面开始提问 这位记者 武汉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蔓延 伊朗成为了重灾区 不仅是目前在中国以外 感染新冠状病毒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而且有包括伊朗副总统 和卫生部副部长等多位高官染病 国际社会担心伊朗政府掩盖疫情 实际染病人数远远超过公布数字 而伊朗与中共关心密切 他们有没有跟中共透露真实情况啊 众所周知 伊朗是我党的小兄弟 当然在各个方面都与我党很像 比如撒谎欺骗国际社会 对国内老百姓封锁消息和镇压吹哨人 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哈利 头一天在电视上坚称 伊朗疫情稳定 会击败病毒 可第二天就宣布自己啊 新冠病毒检测阳性 哎 打脸总是来得太快啊 打脸虽然不好看 但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伊朗内阁 有可能被武汉肺炎连锅端啊 因为已经染病的女副总统 艾布特卡 26日还参加了内阁会议 她的座位离总统哈桑鲁哈尼很近 没想到吧 伊朗给美国叫板多年 被美国制裁多年 没把它怎么样 可我们一个武汉肺炎就 哎 我是说呀 伊朗疫情啊 确实很严重 大家知道 武汉是伊朗留学生最多的城市 所以他们怀疑 病毒很可能是留学生带回伊朗的 据他们跟我党通报的数字 感染人数已经上万 但伊朗当局对外公布的数字 才几百人 比我党瞒报的比例啊 还夸张 真是清除于蓝啊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伊朗是中东地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而意大利则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截至27日 意大利确诊650例 仅仅在24小时内就增加了250例 其中17人死亡 记得年初 意大利还搞了个拥抱中国人的活动 可现在也有多起针对中国人的暴力事件 请问您对此如何评论 这再一次充分证明了 谁我党走得近 谁就要倒大霉的宇宙规律 你看看 伊朗 我党小兄弟 意大利 那是我党在欧洲的最主要的伙伴啊 大家都知道 去年三月 意大利不顾美国和欧洲盟国的反对 成为第一个加入我党 一带一路的项目的主要欧洲国家 为我党进一步渗透 分化西方自由事件 打开一个缺口 只是没想到这病毒啊 腿脚太快啊 它先从这个缺口跑过去了 再从意大利啊 向四处扩散 不信 你查查这几天 欧洲数个国家发现的肺炎案例 都是从意大利带过去的 一带一路嘛 所以啊 这里我也提醒一下 与我党签了加入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 你们期望的资金能不能带过去 很难说 但你们不期望的武汉肺炎 恐怕很快就会带过去的 我这不是诅咒哪个国家 因为我说了 谁与我党走得近 谁就要倒大煤 是无法改变的规律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你当老大哥俄罗斯 虽然只发现武力武汉肺炎 但却针对中国人采取了超严厉防疫措施 在莫斯科公共交通上 采用了人脸识别技术 搜索中国公民 包括公交车 地铁和电车等 而且工作人员被要求 看到中国乘客要立即举报 请问你们外交部 为何不对这种明显防疫过当的行为 抗议俄罗斯 我上次不是说了吗 欺软怕硬 是我党的流氓特性之一 网上不是有句话吗 叫俄国念我千百遍 我待俄国如粗裂 这话虽然不好听 但却描述得很贴切 其实俄罗斯是第二个 对我国封关的 第一个是北朝鲜 这两个我党都不太敢惹 但俄罗斯这次 真的是有点欺人太甚 他们除了刚才你说的那些 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性措施 竟然还派出军人 搜查中国人的住家及旅店 寻找可能的携带病毒者 稍有不失就强行隔离 甚至驱逐出境 这是在任何国家 都没有发生的事 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 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就发函交涉了一下 让他们照顾一下 我党的面子 但没想到 俄国政府啊 态度非常强硬 严正拒绝了 我党的要求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 佩斯科夫回复 竟然嘲笑我党说 看完笑呢 谁会为友谊牺牲安全 哎 这丢在俄罗斯的脸 是捡不回来了 好 下一个问题 中共卫健委专家钟南山 近日在广州医科大学的新闻会上 突然刨出 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 不一定发源在中国的言论 引起舆论哗然 有评论认为 中共隐瞒疫情 祸害全球 现在反而要嫁祸给别人 太无耻了 请问你有何回应 没错 我党现在就是准备要甩锅嫁祸于人 尤其在WHO代表团来访之后 全世界都看到了 在我党的精心安排之下 带这些所谓的WHO专家代表们 走马观花地看了一圈 什么也没发现 因为他们只能看见 我们想让他们看见的 不让他们看见的 他们绝对看不见 当然什么也发现不了了 不仅如此 在我们只让他们看见 我党的努力和成效之后 愣是还把他们感动得 不行不行的 所以他们在发布会上 说了我们许多好话 成了我党的大外宣 洋人太好骗了 但这还不够 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 争取把瘟疫发源地的屎盆子 扣到别人头上 这样我党就从祸害者 变成了受害者了 所以我们让钟南山抛出 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 不一定发源地在中国的言论 试探一下风向 没想到被世界舆论骂得狗血喷头 被认为是最不靠谱和最无耻的阴谋论 最不靠谱我同意 但最无耻的我不同意 因为这绝不是我党的底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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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